最近我們經常都可以看到這支旗就是英格蘭旗 慢著 英國國旗不是這樣的嗎? 但沒錯 這支白底紅十字的旗就是英格蘭的國旗 讀的時候我們會把GL這個組合讀出來變成G-L-England 英國就由四個部份組成 他們分別都有自己的一支旗 代表著他們國家的主寶聲音 譬如英格蘭的聖Georgias Cross 譬如蘇格蘭的聖Andris Cross 再加上未獨立之前 Ireland的聖Patrick's Cross 就會變成如聯合王國的米節旗 為什麼維爾斯的龍旗沒有包括在內呢? 江湖傳聞就因為皇室已經將最重要的太子 Prince of Wales伺了給維爾斯的緣故 所以英國Country這個字除了解整個國家之外 還可以解他們的組成部分 譬如英格蘭、Scotland等等 英國身份對於很多人來說是很重要的 譬如說你問一個蘇格蘭人 Are you British? 他就會回答Yes 但你問他Are you English? 他就會回答你No 都很容易明白的 大家看回香港 對於很多人來說 你是甚麼國家是甚麼身份 都是會咬餐猛的 你說是不是? 可以明白的 你親自呢? 你先放棄了 你問我 你的 fet子 是吧 你問我